甚至她的情况很危险 我要先给她止住血 不然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叶薇薇一边下针 一边往赵月娥的体内输送木系异能 天杀的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滚出去别碰我儿媳妇出去出去 老吴家的你住手 没看薇薇在救人吗 你这个时候去打扰她 这是安得什么心 姓刘的有你什么事 这是我们老吴家的事 用得照你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赶紧从哪里来给我滚哪里去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 你当我乐意管你们家这些阿萨事 要不是你们家大友求到我家微微头上 你当我没愿意来 姓孙的你要是再敢在这里胡搅蛮缠 我就拉你到村委去说道说道 我就不信这大青山村 还没人指得了你这个老东西 你你 今天这事总归是我不占理 要是闹到村里人都知道 光是唾沫星子就能淹死我 流了那么多血 肚子里的那个赔钱货肯定是保不住了 既然这姓刘的跟叶薇薇要多管闲事 送上门来的肥羊 不载白不载 老天爷呀 这叶知青害死我大孙子了 我可怜的大孙子还没出生就没了 薇薇你见利就行 咱们做人无愧于心 一切有审字呢 姓刘的我儿媳妇跟我大孙子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没完 这可是两条人命啊 你们就等着赔钱吧 听说那叶薇薇手里攥着大把的钱票 刘贵兰还要给她准备三转一响 这次看我不从这两人身上刮下三层皮来 肚子里那个赔钱货至少得赔五百 最好是赵月娥这个贱蹄子也死翘翘了 这样还能多赔点 够家里骑几间大了房了 到时候再给我儿子找个孝顺听话的 你个黑心烂肺的眼里就只看着钱了 也不怕坏事做多了遭报应 哎哟听听孙老婆子那声音 叶薇薇这小知青也太虎了 这种事躲着走都来不及 她还硬往前凑 惹上姓孙的这个老前婆往后有的是麻烦 叶知青谢谢你 要是要是是我跟孩子的命 不好不怪你 叶薇薇偷偷在赵月娥嘴里 递了一滴百年人参的精华 你放心你跟孩子都不会有事的 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攥着劲把孩子生出来 先前已经先用银针封住她体内出血部位 再加上异能治愈 赵月娥现在除了失血过多有些体虚外 身体已经没什么大问题 接生婆来了 哎哟老天爷出这么多血还找我来干什么 赶紧准备后世吧没救了 王婆婆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求你救救我媳妇 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人都这样了 流那么多血 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啊 我一个接生婆能有什么办法 你还是别为难我了准备后世吧 我可怜的大孙子哟 是他们都是叶薇薇跟刘桂兰害死我的大孙子 害死我的儿媳妇 吴家的你说话可得摸着良心 大友你可别听你娘瞎说 大友啊你节哀吧 要我说这也知青就不该逞强 没那金刚钻就别懒瓷气活 这大友家的出事他也有责任 媳妇孩子都没救了吗 生了生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 你媳妇给你生了个闺女 孩子早产 产妇大猪穴都得好好养着 月子里你都弄点东西给补补 我媳妇 我媳妇真没事 孩子也没事 要不是我家薇薇 你现在就成光棍了 这真的救活了 这怎么可能 出了那么多血 竟然还能救过来 大人孩子都没事 这还不是多亏我家薇薇一数号 今天这是大家都有眼睛自己看 大友家的之前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心里有数 再有那些丧良心的说我家薇薇坏话 我撕烂他的嘴 今后叶知青的事就是我吴大友的事 谁要是敢坏叶知青 我吴大友第一个不答应 好好照顾你媳妇 这次是真的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好我都听叶知青的 叶薇薇跟刘贵兰从吴家出来 没再看到吴大友他囊 那老前婆一看额布上人 气得躲坊间离去了 跟她那个闺女 不知道又在商量什么阴谋诡计 叶薇薇又在大青山村出名了 自上次复兴后 又多了一个小神医的称号 叶薇薇村里的传言是不是真的 你什么时候会的医术 我怎么不知道 小时候跟在我外公身边 而如沐染学了点皮毛罢了 你可拉倒吧 要是真的学了点皮毛 你能把吴大友媳妇 从鬼门关拉回来 我可是听村里人说了 当时吴大友媳妇那情况 接生婆来了一看 就说没救了让准备后事了 叶薇薇你这个人 真是一点都不诚实 那你要我怎么说 难道让我说我精通一理 医术超前 不仅能生死人弱白骨 还能让人气死回生 你脸皮真厚 你看看我谦逊 你说我不诚实 我不谦逊 你骂我脸皮厚 我真是太难了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简直无理取闹 行了真不惊斗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谁关心你了 别臭美了 果然是臭味相投 都是狐狸精 叶婉婉 你是不是也觉得 这把仙桌太占敌方了 叶薇薇真是的 我们宿舍就那么点大的地方 他还买了个这个玩意儿回来 你看都没落脚的地方了 这里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想窜到谁呢 想拿我当枪使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我也觉得他非要把 这把唐衣买回来 有点奇怪 大概是觉得 这唐衣有什么特别的吧 薇薇从小运气就特别好 村里传她是福啊 其实也没错 我记得他从小时候 就经常能找到一些 我们找不到的东西 有次他还从 他外公家的书桌下面的 暗格里 拿出一根金条碗 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找宝贝 很有益手的 暗格金条宝贝 这桌子里面 该不会也藏着什么宝贝吧 和赵明哲 最近不让我再惹叶薇薇 我不出眠 让这个蠢货给叶薇薇添毒 总可以了吧 如果好好运作一番的话 说不定可以 送叶薇薇那个小贱人 一份大礼呢